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查老将相求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扫扫二维码了解一下 我们来聊一个军队的高层腐败窝案的事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 是历代历朝对文武百官最低限度的道德底线 但当代执政党前不后继的贪官污吏 这不分文武 估计都已经溃烂的差不多了 这些人和这个现象 还会是早期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吗 中国全国人大官网 那么发布了2024年第一号 全国人大常委公报 首次披露的去年12月下行 被宣布贝亚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 9名军方的高级将领的职位 原因和时间 他们全部都涉及严重的危机威法 这9名将领包括3名上将 4名中将 2名少将 分别是连续两任的 火箭军司令员周亚林上将 李玉超上将 空军原司令员丁来航上将 火箭军原来副司令员李传广中将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张震忠中将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原副部长张预林中将 南部战区原副司令员兼 南部战区海经司令员居新村总将 火箭军装备部原来的部长李鸿少将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原来的副长劳文敏少将 根据这一期的公报刊登的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最早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是张震忠 报告说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来副总 副参谋长张震忠是因为涉及严重违纪违法 2023年的7月7号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召开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了张震忠的 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 张震忠呢 大家到原来出任西仓卫星发射中心的司令员 海南文昌发射厂区的总指挥 都很关键的部位 2016年升任火箭军副司令员 2022年出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属于是从火箭军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 好了 在张震忠后李玉超周亚林 吕宏 在去年9月26号被罢免 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居新村是去年10月27号被罢免 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张玉玲老文敏是去年10月28号被罢免 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丁来行是去年12月4号被罢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职务 李传广 是去年的12月罢免 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我们也看到了就是 去年呢 就是7月31号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的仪式 火箭军司令员王后宾正毁徐熙胜晋升上将 官方首次披露两个人的心职 同时证明火箭军原来的司令员李玉超 原来的政委徐忠波上将双双被免职 北京日报也报道 火箭军的少将李同建 因为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犯罪 去年9月就被驻京部队召开军人代表大会 决定罢免他的北京市的人大代表职务 从时间上来看 这个李同建 应该是跟李毅超周亚林等人同时落网 大家看到 都是军中一时不良将领 李毅超徐忠波周亚林张震忠 李传广李鸿李同建 都是属于原来的火箭军的高级将领 一锅端 来自海军的王后宾 来自空军的徐熙胜 接任的火箭军司令员政委 这说明什么呢 很明显 我们的节目说明 火箭军原来的高层 发生了重大火案 已经不受高层的信任 需要彻底的整顿 这里面当然还包括魏凤和 同时呢 曾经担任中央军委 装备发展部的副部长张玉林 老文明两个人被罢免 也说明中央军委的装备发展部 也出现了重大火案 团团伙伙 之前我们知道 九名中国军方高层的人大代表 被贬值 说明火箭军装备系统的腐败案 波及相当的广泛 火箭军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重大 又矛头起起指向 中国原来的国务委员 国防部长李尚胡上将 李尚胡的火箭军跟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有过密切的关系 他曾经也是担任西舱卫星发射中心的司令员 是张震东的前类和前辈 2014年李尚胡升任解放军总装备的副部长 2016年出任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2017年升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而去年三月李尚胡升任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气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系列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 但是去年七月份 七月份之后 李尚胡就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 他出事的事 献消沉上 到了10月25号 官方正式宣布 罢免李尚胡的国务员 国务防部长职务 首次的证实李尚胡又出事 我们注意到了 从官方披露的信息 去年七月份以来 有据可查的洛马将军已经有12名 刚才也说过 包括五名上将 四名中将 三名少将 中国军方这个军队的历史 军方的反腐败历史 也是十分的罕见 当然除了军队 也受高层器重的军工系统 也发生了重大案件 去年12月 全国政协撤销了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燕生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时泉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长青 全国政协委员也给撸掉了 今年1月29号 刚刚全国政协又撤销了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 王小军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 一啪啦一堆 这些军工系统的领军人员的落马 很可能就跟火箭军与中央军委发展装备部的窝案有牵连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军工系统 这个也很耀眼 航天在内的中国军工系统 近年来成绩很显著 不少来自军工系统的官员 也正在中国政坛担任重要的角色 那么新加坡联合早报 余泽远在半年12名将军落马的专稿指出 火箭军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与军工系统的窝案显示 尽管北京中共十八大以后 高层一直高举反腐败的旗帜 那腐败仍然是包括军队在内的中国官场 期待解决的重大的挑战 当然也有小道具下去说 李尚古也罢这一落也罢 他说张又霞的军委副主席 每天开着车 在北京城区大街小巷来回放游 他不知道这事怎么向习总书记军委主席交代 这事后面全程跟着 怕他出事 那么习近平的上个月 举行的中纪委全会也还在强调 面对伊兰严峻复杂的形势 反腐派绝对不能回头 不能松懈不能慈悲 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要围绕一体推进 不敢辅不能辅 不想辅 等完善基础性法规制度 而健全加强一把手和领导班子 监督配套的制度 坚持了二十来年 但还是一堆又一堆的冒出来 宇泽远说 但在官本位和特权思想一南浓厚的中国 如何有效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的监督 依然是道主 而且长 主力太多 而且很漫长 讲到一把手 那么习近平有没有被监督 不知道 肯定没有 但是一把手如果没有被监督 底下那些众多的一把手 如何监督呢 首先我们要强调几点 第一 这些重建落马的高级将领 几乎都是习近平组长军队之后提拔 那大面积的高级将领落马 是不是会有需要追究领导人的责任 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是不是会追究领导人责任的问题 第一 第二 这些涉及国之重器的战略敏感部门的 高级将领的落马 违级违法或者严重违级违法 是涉及到外面传言的企图军事件变为谁 还是其中有不少人 有人说三个副司令 早已经被外国拿捏 理通外国出卖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国叛军罪行 或者只是贪婪成性集体堕落所致 包括西北地区的导弹发射警惺顿 有些盖都打不起来 出自滥造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 是有一支非常有效的工程大队 过去在很多战略要地 这个掏空在挖痕是建树非常 但是也出现这个事吗 如果集体堕落 军中还有类似的大尿案 还会不会有 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更大只的老虎出现 有人说刘亚州已经判施反 刘亚苏 判无期 到底是还是不是 我们也希望能够一见分晓 第三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 如此持续十年的军队反贪忽 不仅前所未有 落马的高级将领成群皆对的 也是前所未有 那么一直在怀疑这个问题 这支军队的战斗力真的还可以保持 首战逼胜的实力基础吗 敌方 是否早已动虚军队的机密 这支军队是不是已经无密可保 第四 我们还是提这个问题 如果这些情报都是俄罗斯提供了 也在过程中 有没有事前事后的甄别筛选 是不是能难存在的离间纪的可能 第五 我们继续提问 吴国光教授之前重提的斯大林逻辑 会不会在这一轮的大面积的清晰整数中 出现历史场景的重演呢 我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都要有结论和答案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